哪里有货了 哪里就有小村了 我现在是在中山的坦州 这是我挑战珠山脚跑霍罗拉的第一天 挤完之后先把被子给叠好 顺便给大家看一下我在车上是怎么睡觉的 因为我的小货车是一排半的 所以说晚上睡觉的话 我就在后面的这半排里面 但是有一个问题 我车头这里的话 那一框只有一个一米四五 对一个一米七二的我来说 睡觉是有点别屈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晚上是怎么睡觉的 就是我的头已经顶到这一边了 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脚下面还有多长脚的话 完全是伸不直的 所以说晚上睡觉的话 我的脚只能是杀在这边 或者是放在这个位置 找到自己一个比较舒服的位置睡觉了 所以说我的车上就是这样子睡的 男人嘛 哪有那么矫情啊 哪里有钱赚 哪里就是家 你们说对不对啊 兄弟们点个赞 还好啊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怕我的内裤被偷了 因为我只带了两条内裤过来 现在发现他还是在的 赶紧把它给收了先 我现在发现我的车上是在阳中心思书的 都是阳中心思书的 已是阳中心思书的 好了 所有东西都搞好了 接下来我要开始我的搬砖生活了 今天我的目标是500块钱的存利润 兄弟们 你们觉得我今天能搞多少钱了 点个赞 持续更新 挑战珠三角 跑步到哪一天能赚多少钱